中央内柴 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向您转播的2007年韩国羽毛球公开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男子单打的决赛 这场比赛是由林丹迎战陈金 在屏幕下方穿着深色运动服的是林丹 穿着蓝色运动服的是陈金 林丹是在半决赛战胜了鲍春来 陈金是在半决赛淘汰了马来西亚选手哈菲兹进入了决赛 在2006年的世界锦标赛上 中国男单表现得相当优异 四强占了三席 并且包揽了决赛的席位 这次韩国公开赛再现这一场景 只是陈红换成了陈金 在刚刚结束的女单比赛里面 谢信芳战胜了朱林获得了女单的金牌 现在1比1 刚刚我们是看了女子弹弹的比赛 也可能是两局都是从中段开始看的 就是技术暂停之后开始看的 所以感觉场上的节奏一上来就显得比较快 然后整个的节奏一个节奏下的女单的比赛 现在男单比赛刚刚开始 这些选手都非常有经验 一开始并没有打得非常快 而是先稳住 先进入比赛的状态再说 所以男单比赛还是在场上显得内容比较丰富 他的节奏变化比较明显 这球是接杀 一个中路的接杀 挡到了界外 陈金这个杀球落点也比较凋 这个半场球还是抓住了机会 出界 林丹在马来西亚战比赛 今年的第一项重大比赛里边 他是第一轮胜了陶菲克 但是第二轮被朴成焕爆了淘汰 那这一战比赛一直是兢兢业业 现在打进了决赛 陈金这次比赛表现非常好 他先后淘汰了马来西亚的李宗伟和哈菲兹 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和第二号单打选手 对 我们将多次有点 自己应该看 要是 你会想到你 fr 用开局的情况来看 双方比分还是没有拉开 林丹还是 首先从控制对方上入手 当对方出现回球质量下降的时候 在循迹来突击 并没有把速度打得很快 这是一个机会球 曾经已经抓到了对方的回球 但是反派的扑杀下往 这球如果再推平一点的话 将会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了 还是自己的机会出现的时候 要求的质量太高 太着急了一点 林丹在后场的起跳扣杀 确实还是对对手非常有危险 7-5 7-6 7-6 7-6 7 3-7 7-7 7-8 9-9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金在这两年他的进步也非常快 在国际赛场上已经开始展露头角 那么这一段老将陈红的退役 应该说和陈金的这种迅速上升 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这些年轻队员却上来得非常快 使老队员紧迫感一天胜死一天 因为杀球应该是自己的想法有些多 可能在杀对角线杀直线和调球之间 这个一时没有拿定主意 最后出手的时候显得有些仓促 结果杀出了界外 不过接下来陈金一个发球失误 将这一份又还了回来 像看这些高水平的男单选手 非常有经验的选手比赛 就整个的场上节奏让人非常舒服 他们有快有慢 井中有一张一池 井中有松中带紧 他整个的比赛让你觉得像看一个 拍得很好的电影一样 他整个的节奏感 场上的丰富的内容 双方表现出的技艺 其实是其他项目很难能够展现的 所以这也还是男单这个项目 为什么是最重的一段 分量最重的一段 正手掉一板直线 但是球没有过 但是11比10 陈金领先 经过技术暂停之后 双方比赛接着进行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过来的球质量还非常高 过往之后直接贴着往掉下来 对方也没办法 这球非常突然 突然的一个对角线 沉浸也没有判断出来 对方也没办法 啊 啊 啊 这球曾经太被动了 对方把他拉得非常开 曾经经过这几年的国际比赛也比较有惊讶 在连续丢了两分的情况下 暂停了一下比赛 曾经加快速度 扣定刹直线上网扑刹 而且质量太高 曾经在今天第一局比赛还是争取去控制往前 但是有些球要求的质量太高了 显得在这种细腻方面 还有在临场的发挥上 还需要提高一下 林丹拳抓对方推底线的这种球 他的中场起跳非常迅速 林丹的爆发力 包括起跳 还有杀球那一板 是一般运动员赶不上的 所以他在半场抓对方推两个底线的那种球 抓得很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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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还有一个桌拍 林丹连续控制对方底线 一只沉浸在奋力摆脱 但是还是林丹把它控制得非常好 后场的每一个回球呢 都给林丹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始终没能摆脱被动局面 这几分球还是显得沉津在球路上相当被动 对方把他拉得很开 两个底线到往前质量都很好 他要每个球都要大范围跑动来回球 但是他没有能够把林丹拉开 林丹基本上站在中场附近 连球都能够够到 非常从容 一个擦网 林丹也接了起来 陈金回球出界 林丹20比15领先 就往前抢往扑杀得分 林丹拿下了第一局 第一局的后半段陈金还是在场上显得太被动了 基本上都被林丹所控制住 再来看看这场2007年韩国羽毛球公开赛 南丹决赛的第二局 今年是奥运会之前的最后一年 国际雨联的比赛呢 也都非常重要 特别是5月1号之后将形成积分赛 在5月1号之前的比赛虽然不直接计算到奥运会积分里边 但是他将对选手的排名有一定的影响 这样就是下半年的比赛的抽签 将受到上半年比赛的影响 谁都想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排位 让在抽签方面能够尽量的好一些 所以上半年5月1号之前的这些比赛也很重要 中国队今年也是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全力打好这些奥运积分赛 争取为08年的奥运会打好一个基础 那么中国队的目标 因为中国队是现在整体实力最强的一支羽毛球队 所以他们是争取能够做到 在更多的单项上能够派三名选手入围奥运会决赛圈 那么这个规则是在每个单项上 排名前四的选手里面 必须有三个人来自同一协会 他才能派三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否则只能派两个人 这对于女单女双来说 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把握 但是像男单男双混双就相对要难一些 特别是男单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大家可以看到两局比赛的开局阶段 林丹都是在场上打得比较从容 他作为这种经验很丰富的运动员 水平很高的运动员 他已经知道如何去控制比赛 使比赛的节奏按照自己所需要的那种方向去发展 有时候在场上看着分数 也许他仅仅看分数可能没什么优势 但是整个比赛是在他的掌控之中 当他需要拉开比分的时候 他才可以加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得7分在第二局一开局是7比2领先 其实陈金的技术水平已经和林丹 鲍春莱 世界一流的这些选手非常接近 通过他的战绩也可以看出来 从05年的九云会以来 他在和世界顶尖选手的对抗当中 已经不是很出于下风 但是而且有时候还有优势 但是林丹的确实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 南丹选手之一 应该说林丹和陶飞克目前比其他的选手 确实还是要强一些 最终还是沉浸失误 在多拍之后 有一定的顺风 这个就是调球出了底线 好球 这球就是林丹在往前的动作非常小很快 曾经受骗上网 结果他把球挑到了底线 曾经一下变得非常被动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11比5仍然是林丹领先 11比5仍然是辞搞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情况来看 陈金还是相当难办这个比赛 感觉在场上的陈金 他在各个技术环节方面 并没有特别占优势的地方 他没有绝对的拿分手段 五、八、七、十'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丹确实在这种场上被动球当中他的顽强 一个是他的顽强 再一个就是他在被动球当中扭转的能力 也是超出其他一般运动员的 这一点就是尤其在防守当中的顽强 就失去位置之后的防守能力 他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出 就是他总是在场上来回的愉悦就球 说明他的步伐没有到位 这确实是这样 这从一方面来 从一个角度来说 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个羽毛球最终是看谁把球打在对方的场地上 只要他能够把球回到对方的场地上 哪怕是连滚带爬 有的时候看上去比较狼狈 只要达到了效果 就是适合他的一种项目 适合他的一种打法 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习惯 可能在林丹从小形成的这种思维习惯方面 就是一看到这个球离自己身体远了之后 不自觉的就扑出去了 那么他也形成了一个比较连贯的一个动作 愉悦就求之后 然后重心恢复还是很快 而且有很好的自我保护 他的身体素质好 这种愉悦就求连续的做这样的动作 也不会受伤 感觉有些球林丹还是在变速的意识方面 漂亮 这又是林丹的特长 这种球在林丹的比赛当中经常出现 感觉对方都要扑死的球 只要对手稍微一枚注意 这个球的质量稍微差那么一点 可能该得分的球经常被林丹得分 就是林丹在被动情况下的得分能力 防守能力 非常突出 他这种能力使他很多 本来看上去不该他得的分 他却能得到 也在这种一流选手的竞争当中 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 漂亮 他就是抓推两个底线 球推的弧度稍微一平 林丹这一下起来特别快 真是像随时四季而动的豹子一样 十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丹现在18比12领先 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 当然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陈金在决赛当中 虽然这场比赛 他在多拍打起来之后 显得没有林丹的多拍能力强 最后总是造成自己的失误 而且对于场上战机的把握 好像也比林丹要显得差一些 就是该突击的时候没有突击 有的时候不该突击的时候 有比较冒险 但在前面表现非常好 战胜李宗伟 哈菲兹也证明了他的实力 在这次比赛之后 陈金的世界排名也迅速的上升 已经到了前四名之列 在这次韩国公开赛上 中国其他几个项目也很成功 女单 女双 混双都获得了冠军 再加上男单 又一次包揽了四项冠军 作为中国羽毛球队 他们有一个愿望 这也是非常难以实现 很有挑战性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在08年奥运会 能够包揽五个单项的金牌 这是史无前例的 你看这个目标还是相当的难 要实现这个目标呢 他们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神经病 其实林丹还是判断出了对方的回球 但是压得太狠了一点下网 不过现在领先比较多 出现几个失误 但是还有本钱 出现几个失误 这些回球我们可以看出林丹 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 还是在自信心方面要显得好一点 刚才有一个接杀 这种球动作非常自然潇洒 但他在迎战陶飞克的时候 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 这样的球可能就不会接得这么潇洒 请进这个球也是急了 本来是个界外球 结果自己给碰到了 林丹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那么作为陈金呢 有非常可贵的一点 就是它抑制品质还是相当出色的 虽然落后很多 看上去是很难追回来 但是他对每一个球 仍然全力投入 林丹在过去也有过一些教训 就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方翻盘 我相信经过这些场次之后 林丹就会吸取这些教训 那陈金追到18比20 这种素质呢 也让对手觉得 这个对手非常难缠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 心里就会有一些影响 觉得这个对手不好对付 就是我领先这么多 他还不交枪 就非常有韧劲的一个选手 18比20 出界 白球林丹还是有一些意义 4线和财阪都快接万 陈金再追一分 19比20 半场杀中路 再推 再挑对方底线 球顶再杀 杀球的质量太差 杀球的质量不好 最终自己一个 往前放往出界 林丹和谢信芳一样 在韩国公开赛上 夺得了冠军 他是2比0 战胜了队友陈金 那么中国队 在这次韩国公开赛呢 就是获得了4个项目冠军 好的 林丹和陈金 进行的这场 07年韩国公开赛的 南丹决赛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